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中国政府在2012年年底 通过所谓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要求实行网络实名制 在中国民间引起强烈的反响 尽管官方声称此举的目的是 保护个人隐私防范网络犯罪 但民众普遍担心 真正的目的是限制网络爆料 尤其是对于官员贪腐的揭发 有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显示洗礼 根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政治开放 那么网络实名制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对于中国的言论自由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好 还是先请纽约的破空来发表一下评论 实名制 关键它有12条 关键在第5条 他说如果一旦发现 有跟这个法律法规所禁止的 抵出的这个信息的发布 这个要立即消除 而且要立即成当 要向主管部门报告 这是他的关键 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关键的 就是网友大家都提出来 这就是限制人的信息自由 言论自由 尤其是限息 限制现在网友所提出的这个网络反腐 我们就看到前段时间习近平谈反腐 我们说是假命题 为什么你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那么实际上不是政府反腐 是网络反腐 现在马上就出来了一个台 就是对付网络反腐 他说是保护公民隐私信息 实际上是保护的官员隐私 而且我们这里看到一个要点是什么呢 当他说官员财产申报制的时候 要进行试点 要20年才能够落实 当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时候 一夜之间就可以实行 立即执行 不需要试点 为什么你不试点呢 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阐述一下 所以这个政府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围绕 维护这个政权的统治和既得利益 跟前面的话题是一致的 宝生 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 也提到信息控制 我注意到就是这次 在实行这个网络实名制的决定之前 中共的所有的大的官方媒体 尤其是人民日报 连篇累读的 就是批评这个中国线的网络乱象 然后中宣部要求所有的地方媒体 转载人民日报这篇文章 而且不得改动任何标题和内容 就从这一点上 大家觉得这个代表了高层的意识 其实就是说要限制 所谓网络的这个乱象 所谓的 这肯定是的 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当中 在2012年当中 网络上实名举报的人 确实不少 包括揭露一些官员 什么情妇啊 脸财啊 表哥啊等等 确实有很多人鼓足了勇气 进行实名的举报 但是更多的人 是通过匿名的方式来进行举报的 那么通过匿名的这网络举报 进行惩治的官员也不在少数 这与此同时 让大小的官僚感觉到 网络的举报 不管它是实名的 还是虚名的 是对他们敛财 对他们掌握政权一种直接的威胁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法律 这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 目标肯定是要宣执这个言论自由 可是同时的话 我觉得在中国也好 在美国也好 两国的政府 他们都是干不上这个信息技术的一些新的发展 所以这些法律 短期来讲也许会有所效果 可是我看在一年或者几个月之内 我觉得网民都会找到一些什么新的途径 新的办法 所以这些法律 这个实名制什么的 我觉得效率都会非常低的 网上协别人家都说道高于尺 魔高于尚总是这样的 刘平先生 我有点意见 美国没有网络警察 美国没有维稳的这些专业 专人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想法子翻墙 在美国 美国反而就不需要翻墙 但即使是 如果你要突破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比较容易做到 因为你不用那么样的担心 中国政府推行 或者要做这个实名制 他晓不晓得会引起反弹 他晓不晓得国际媒体会批判 他当然知道 但他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他知道他这样做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而且他能够在技术上 他有一定他的成效 他已经是心里有谱的 所以就是这个 刚才破空讲 他不需要试点 一声令响 马上就开始全面实施 这个是中国 这个是让我 跟刚才 你刚才讲那么多贪腐的事情 同样觉得悲哀的 因为你今天又少了一个去揭发这些弊案的管道 环球时报总编的这个 等一下破空 环球时报总编的胡锡进 在他自己的博文当中告诉这个中国广大的网民 你们不必担心 这个法是保护你们的 使你们不受那些个 你们不希望看到的所谓的商业信息或者其他信息的这种滋扰 还有造谣中伤 对 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那么是很多公民 他们都面临着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隐私权 被人盗用这么一种威胁 韩国在多年以前就实行过所谓的法律 后来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几千万人的信息被 被被被被黑客 被被被黑客 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来控制 来得到 然后利用 那么后来他这个法律不得不破除 在中国仍然面临这么这样一个问题 你网络的管制往往是那些个草民 对于黑客 对于其他的有商业目的 或者其他目的的人 掌控是非常难的 好破空 对不起 就是说互联网上有两个问题 在中国非常尖锐 一个就是中国政府说的 什么保护私人信息 认为私人信息受到了损害 另一个就是网民所说的 这个网络的反腐功能 那我们都知道俗话说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那么中国政府呢 他取了另一头 就是这个所谓的保护私人信息 刚才我说了 他实际上是保护官员的隐私 官员的信息 而他的依法自网是对网民的制约 他要对网民进行制约 所以就把网民 这个关注的反腐 接腐和网络所能发挥的作用 他又把它缩下了最低点 就最大程度的保护中共 而且最近还出台了一个规定 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人大常委会 他又把这个受贿罪 跟这个行贿罪 跟受贿罪几乎要相提并论了 以前主要是处理受贿的人 就是官员 那么行贿的人呢 又处于检举的这个需要 就处理的不处理 或者处理的比较轻 那么现在对行贿的人 处理也比较重 就是说行贿一万元以上 就要判这个五年 或者五年以上 那么这个行贿的人 当然行贿的人也是坏人 这毫无疑问的 但是行贿的人 如果跟受贿的人一样处理 网民就看出来了 表面上你是要处理这个行贿的人 但实际上是怕行贿的人去检举 因为你一检举揭发之后 你就有罪了 你行贿你就有罪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进一步的使行贿和受贿 成为一个利益团体 或者成为一个攻守同盟 所以他所有做的这一切 都是有利于官而不利于民 就说是像台湾是官不了身 在中国是民不了身 这个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所有的这些信息技术 它的容量 它的性能什么的 最起码每六个月半年翻一翻 世界各国任何政府都赶不上 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国政府 这次要那个市民制 肯定为的是 宣誓这个言论自由 你们说的都对 同时的话 我觉得也使他们就是 显得更磨难 力不从心 他们做不到 对 戴博先生 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 或者西方国家 也关于政府多大程度上 监管这个网络 尤其是网络言论等等 也有很大的争论 你觉得这个政府是不是 有权力来监管这个网络 或者是尤其是网民的言行 这就是看法律 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戴博讲的 19世纪是美国的贪腐非常严重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的经济成长是最快速 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美国 像很多最高法院的判例 在那个时候确立下来 其实罗斯福总统 只是上任以后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社会 如果是一党独大的话 或者是说行政权独大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国家当然会走向权力集中 就会走向腐败 如果你能够 法治也同样的进步的话 就可以 你就比较放心 就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今天政府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我们来立法 但很要紧的 立法的人是怎么产生的 他立法的人 是由那个最高层指定产生的 他就根本不能代表人民 这个法就不是国家所需要的 所以今天回到这个 我们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 做这个实名制 是希望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也许真的 他没有办法实质上 真的限制你的这个传播 但是每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里就想到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不可测的后果 自我审查 对 产生一种自我审查的效果 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局 那么戴博我想问一下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会 一直在讨论 要帮助一些独裁国家 比如说伊朗这样的国家 帮助他们的网民 发展这个软件技术 来越翻墙 或者是越过他们政府的 这个网络控制 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是不是也应该 我自己不是特别赞成这个做法 为什么 我觉得心意是好的 就是希望所有的世界各国人民 都可以享受这个言论自由 但是你这样做 直接把一些新的工具 用成一个武器 带进另外一个国家 为了让那些人民 做一些在他们的国家 非法的事 虽然那个法律 我觉得是不正当的 其实这个是直接的去感受 一些内政的 我觉得从外交政策方面来讲 这样子做 对美国不利 我就是宁可美国 经过那个互联网 他自己的媒体 他自己的艺术 他自己的大众文化 做一个榜样 然后让世界各国的人民 想自己的办法 解决问题 可是美国直接把这些工具 给别的国家的人民 让他们做 非法的事情 我不太赞同 我认为我不能赞同 我在这个方面的想法 跟戴博先生完全相反 我觉得美国既然把资本 资金都带进了中国 而也是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是中国的官场 是如此的腐败 又把资金大量的转移到 美国和西方国家 既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信息也是全球化的 美国是有义务和有责任 实行信息自由的 因为这样的信息自由 不仅是有会于美国 有会于全人类 导过来他对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平 都是有巨大贡献的 就说像在信息开发上 在伊朗 在阿富汗 在这些信息封锁的国家 一旦信息网络得到突破的话 他对这些国家的民族的觉醒 自由意识的产生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 当你美国不采取主动的时候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主动 它在与时俱进 它的与时俱进是 不仅在国内控制互联网 它在海外去攻击 美国的政府的电脑系统 美国的这些报道系统 外面的这些网络 可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没有必要 参与这些的 这些人他们都有这些需求 肯定有很多公司 包括美国公司在内 是要满足这个需求 要产生这些软件什么的 经过哪些途径 卖给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事 可是美国政府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 好 我觉得戴博先生 你可能讲的话 还不如中国人民进步 中国人民现在就说 既然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人民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代表人民 这个是你称获空希望美国政府代表人民的 向美国大使馆告 向联合国告 所以说这个美国还坐视不管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相信中国人民可以经过互联网和别的媒体和他们的艺术 可以逐渐逐渐地 越来越有办法代表他们自己 不用我们美国政府 因为这个网络实名制 这话题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一谈美国这个币肯政悬崖的这个协议 请您不要离开